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0座水库干涸 找水成了这段时间重庆很多乡镇的头等大事 在重庆城口县永洪村就有这么一个找水小分队 他们顶着烈日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 穿梭于悬崖峭壁之间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地找到水源 解决几百名村民的生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8月29号凌晨开始 重庆市城口县在持续干旱两个多月后突降大雨 城口县气象局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全县立即进入抗旱转防汛状态 而在此前的两个月 这里的每一个乡村都经历了极为艰辛的抗旱故事 这是大巴山深处鲜为人知的一个小村庄 重庆市城口县 双河乡永洪村 8月20号上午7点半 在一位农户的院子里 四名中年男子吃了早饭 带上干粮和工具 匆匆出了门 他们很快钻进了连年大山的秘密之中 原来这是城口县双河乡的一支着水小分队 他们今天的任务是为永洪村村民寻找新的生活水源 今天我们去找水 因为我们今天天寒的原因 我们今天是历史干得追究的时间 因为原来我们水源都好 现在这个水源就干断了 我们今天来主持我们的这个臣民来 去带山上去找寒 我们以前 我们还是应该是小时候 十多岁的时候 我们跟那个山上去花油窃柴的时候 看到过有水源 范安堡说 重庆市今年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寒天气 城口县很多乡村用水困难 双河乡紧急成立了着水小分队 他多年前在这一带的山上挖中药材石 曾经看到过多处泉沿和溪流 所以今天带着大家去着水 在这支着水小分队中 有党员干部 还有群众志愿者 四个成员各有所成 分工协作 我是他们的想到 这是我们的城上的品质书 这是我们乡上的领导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量 范安堡带领小分队走的是 是村民们挖药材采出的小路 只有一尺来宽 像一条细细的带子 缠绕在陡峭的山体上 上面落了浮土 枯枝和树叶 脚下很容易打滑 而另外一侧就是山崖 稍不留神就会跌落下去 时不时还要穿行带刺的灌木丛 一路显向还生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 范安堡说 在他的记忆中 这一带应该有一处泉沿 范安堡说 找水有窍门 如果挖下去 往外渗水 附近不远处 有可能找到泉沿 然而 本地一个多月没有下雨 这一带的土壤 只是稍稍有点湿 说明泉沿可能都干了 走了两个小时 还没找到水源 大家已经酷热难耐 但必须继续寻找 这边我们都选边了 要翻到哪个坡不拉进去 大家又翻过一个山头 终于有了新发现 你看哪边还有点 有点点不多了 两个人是四个大吗 还有人 这里曾经有过溪流 大家一边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爬 一边翻开枯枝落叶和石片 从岩石缝隙中 仔细搜寻水的痕迹 从早上七点半上山 已经找了三个多小时 多年前的几处水源 现在都已经干了 大家人困马乏 口干舌燥 向导范安堡 有些过意不去 爬上爬下 找了一些野果子 给大家结合 大家今天都都喝得了 我是来找你听的 这个站上有五位子 天哪 好吃 那是我们经常上山 喝了我们的 解决我们的解构问题 这时候临近中午 大家已经汗流加倍 于是找了一块平地坐下来 吃点干粮 就算是午饭 刚才就一个店 还没涨 基本没涨了 对 以前就是今天天太干了 但是我们那边的这个片区 虽然店还是比较多的 只是我们以前水够用 我们就没有到那边来找过 村之书彭轩吃饭时 心事重重 记者一问才知道 眼看着着水不太顺利 他惦记着永洪村 几百名村民的用水问题 从六月份天气开始比较干燥 气候比较恶劣 才到这个今年的缺水现象 那咱们全村有多少的人口 我们全村五个村民小组 721人 彭轩告诉记者 在今天以前 他们这支小分队 曾经给村里找过两次水 你找过水了 怎么现在又要找水呢 因为以前的都是一些 小河沟里的水嘛 集聚起来也不多 也不多 不够村民 这么多户村民使用的 然后还得继续去挖掘找水 就在这支小分队翻山越岭 苦苦找水的时候 在城口县双河相拥洪村 村民们正望眼欲穿的 等待着从找水队 传来好消息 我们村民还是盼望 给我们找的水来 还是那个 毕竟那个水已经 今天去给我们找来 据了解 用洪村家家户户 沟通了自来水 7月之后 村里的自来水断断续续 影响到了村民生活 一回小一回就大了 就没得好人搞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 那边像天干 天寒 那就是 我今天我拆刷 今天我去洗 刷牙 洗脸 头骨头 今天就刷个就是 昏洞洞了 都没脸那么洗啥 这些村民说 前一阵子 乡里组织找水队 找过两次水 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 自来水恢复正常 然而最近几天 自来水管的水 又变得越来越小了 记者看到 董飞燕洗衣服时 从不换水 从泡沫中拧干衣服 就直接晾起来了 不换水 因为我们这里 那个水比较少 现在天干 没得水 我们就节约用水 提起今年的旱情 大家都说很意外 当地常年多雨 往年这个时候 还要防汛抗洪 67岁的黄油果老人说 今年的旱情 在他记忆中从未有过 城口县气象部门 根据监测数据认为 今年的旱情 已经创了记录 根据我们城口 国家气象站数据统计 截止8月24日 城口今年总降水量 为430.3毫米 比往年同期减少了49% 那像这个旱情 在你当地是多少年以为呢 那么我们在1958年 建战有记录以来的话 今年是降水量最少的 那在全县分布的话 哪些乡镇 就是那旱情最严重 今年的话 我们降水是整体呈现一个 东多西少的程度 双河乡正是位于城口县的西部 属于降水量更少的乡镇之一 所以从7月开始 全乡成立了9个着水小分队 为村民着水 永洪村的这支着水小分队 便是其中之一 8月20号中午 小分队在山包上 简单吃了午饭后 继续着水 由于已经爬山三个多小时 个个腰酸腿疼 为了安全 大家削了树枝做拐棍 继续寻找一个小时后 范安堡兴奋地喊叫起来 对园们随后 在一百多米外 又找到一处水源 比刚才那处水量 稍稍多了一些 大家看这个水源 这个水能不能用 这个水是山泉水 这个山泉水还是很清澈 有没有什么污染 你看这个水量 够不够用 水量比我们刚才看那个水 要大一点 这个饮过去 那么我们要饮的话 我们就把上面那个水 牵下来 这个合在一起 牵过去就够用了 应该是 作为找水队核心成员 陈忠俊在双河湘监管水壁 他立即打电话 当场协调饮水事宜 好久过来 三个多小时后 双河湘和城口县 有关负责人赶到了水源地 简单进行了现场勘查 初步估计 这个饮水项目工程造价 二十万元左右 那么这个水源 有没有开采价值 什么时候能够饮到永宏村呢 两个水源加起来 它的 大概 大约用通过五年的管道 引过去 能够饮过去 解决 五百年的饮水 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 就现在 就说你们控制了管道的话呢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给村子人供上水 因为现在 汉勤比较重嘛 我们要走应急程序 尽快地解决这 劳备性的饮水安全问题嘛 大约就是在一周左右吧 雷利告诉记者 马上要做水质检测 如果水质合格 就要进行现场勘查 铺设管道 修建蓄水池等 这是每次找水后 必经的程序 与时间赛跑 上下齐心 加速水利涉事建设 现在水已经不成功了 抗旱全民参与 启动员 志愿者消防员 轮番送水 保密生 不是在那个 送手的路上 就是在 身体防火嘛 这条单线上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记者8月21号看到 双和乡电平村 找水分队 找到的一处薪水源 已经在做蓄水池施工 电平村这个项目 总共造价有 接近一万块钱 主要就是我们有 我们的爱心人士 捐赠了 有3800 然后我们老百姓 自己投工投劳 大概有4000块钱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村上 我们村上有服务经费 然后这边又解决了相关的一些 沙石的材料费 电平村补充水源 饮水项目还在施工之中 村民的生活用水是怎么解决的呢 当天下午 一辆送水车来到了电平村 先是给比较偏远的单家独户 和孤寡老人家庭送水 然后再给村民聚集区送水 那你们是几天一送水呢 我们每天都会送 然而第二天 记者在访电平村市 并没有看到送水车送水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村民们说 村里的自来水已经恢复正常了 你打开我看一下 昨天这大鲤以前就小 村里面的 不得干不嘛 跟我们想个办法 在山里面找那个出水口 找那个出水口 我们就去搞好了昨天 昨天晚上就把那个水 已经引进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了 现在水就不成困难了 今年七月以来 各种送水车出现在了城口县的每一个用水困难的乡村 送水人员有党员干部 有群众志愿者 还有应急消防部门的专业队伍 平坝镇消防队这辆车现在要给巨马村送水 我们刚刚接到平均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说巨马村一二三升嘛 没有水 晚上煮夜饭的水都没有 叫我们急需送过去 我们刚刚才从庙坝送水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急需赶往巨马 李俊才说 作为消防专业队伍 今年抗旱期间 自然承担了给村民送水的任务 进入八月后 重庆市持续出现高温干旱天气 旱情火情都要防 每天要忙十几个小时 基本上每天我们都走在送水的路上 不是在那个送水的路上 就是在防火 防火的路 身体防火嘛 这条干线上 这个时候 巨马村三个小组 两百多村民都在对送水车 瞧手一盘 他们的自来水早就没有了 这是关 这是打开 这就没有水了 是今年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这个水就没水了 差不多一过月到了吧 应该 一个都没水了 那没水以后呢 家里边用水是怎么解决的 就是靠那个消防车送水过来 送水车一到 巨马村的村民们 很快拎着大桶小桶 蜂拥而至 送水车后边很快排起了接水的长队 记者注意到 很多村民的家里 都摆放着统一规格的塑料大桶 用来盛水 今年遭遇了罕见汉情 城口县23个乡镇 十几万农村居民的生活 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正是多亏了这些送水 和找水志愿者队伍 针对饮水困难的地方 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 成立了29支送水志愿服务队 20支找水志愿服务队 通过强化送水服务 寻找补充水源 安装应急管道 引导接约用水等举处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城口县 作为重庆市比较偏远的农业县 下辖23个乡镇 还有两个街道 有6万居民居住在县城 今年8月初 县城的主公水源频频靠急 城口县委县政府决定 尽快启用备用水源 羊耳坝水库 水利部门立即组织人力 对6年未用的备用水库 进行了维修施工 8月19号上午9点 备用水源开始输水 我们的输水管道 就在我们这个山体里面 杂法就在我们前面 看到的那个白方子里面 现在是早上9点钟 预计两个小时过后 这个水就能够送到 我们的县城的旧家湾水上 经过水厂处理 当天晚上 县城6万居民 用上了备用水库的放心水 羊耳坝北用水源的 可用水量 由于150万方 从羊耳坝北用水源 输入到秋家湾水上的水 为止扩大1.6万方 县城市 均用水量有1.5万方 可完全满足 城区居民的正常用水 据了解 城口县经济并不发达 年财政收入不到5亿元 为保证城乡居民用水 县里做了大量应急投入 全县已投入资金500亿万元 其中我们向25个乡镇街道 各下达了10万元应急救援资金 备用水源工程建设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等领域 使用资金240万元 储备了一批运水车辆 抽水棒等应急物质 城口县城乡20万居民 不必再为生活用水发愁了 然而农业生产 种植养殖业 样样都离不开水 农户们又该怎么办呢 我今年灌溉农田的话 基本上没有 没有多余的水去灌溉农田了 对了素材印象很大嘛 原来素材这个辣子那么深 现在就只有这么深根 就那么深根了 讲到现在那么长根 我原来是那么长 今年就是长不出来 这些都长不出来了 看到吗 记者了解到 城口县水系发达 水资源丰富 那么遭遇旱情之后 蓄水量能否满足农业 生产用水呢 我们总的蓄水量 有3.5亿方 目前为止的蓄水量 是1.8亿方 减少了一半 很多老板信说 他们种的庄稼 是没法浇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水资源又那么丰富 却没法浇水 我们城口的地形是 九山半水半分田 山高坡的 土地分布比较分散 有条件的地方 你比如说 土地比较平整的地方 我们是利用了我们 已修建好的这个三平堂 进行供水 进行灌溉 这个是没问题的 唐凯明告诉记者 对于非常分散的 种在半山腰 甚至山顶上的田地 距离水库和山堂 都非常远 地势也高 村民们一般是 想方设法 寻找水源 生产自救 茶产业 是鸡鸣香特色产业 全乡种茶 1200多亩 面对汉情 当地村干部 党员 群众 自发组成茶苗护卫队 寻找水源 饮水灌溉 夜间温度相对较低 因此 应用灌溉 必须在晚上 十点过后进行 目前采用了 隔天浇水 一次性的方式进行 每天 夜间工作长达 八小时 虽然辛苦 但只要我们 种植生产 就一定能够 战胜干寒 持续的汉情 对养职业影响更大 他们都是不等不靠 自己寻找 补充水源 猪肠一天大概要 二十那顿水 就猪肠的水 猪要永远清洗 还有给猪降温 还有就是拌尺 它会吃嘛 喝嘛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 那个老水源 然后添不干的情况下 那个池子就是满地 现在干了之后 就是水基本上就是没得了 然后今天一般 基本上的话 我那个猪一天吃十几顿水 现在这以后干了的话 基本上就是 存了两个月 我才都没点 之后就是重新买的 水盘水管点线 直接用了800多米 重新找那个水源线 那基本上是保持 那个水源没有问题 8月24号 城口县气象局 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经历两个月汉情之后 城口县即将迎来 一个降雨过程 根据气象资料显示的话 8月30号到9月2号 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 富高冬退 我先将迎来一次降温降雨 天气过程 届时的话 高温汗情也会有所缓解 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 城口县领导的压力 一点也没减少 降雨对我们来说 肯定是个好消息 但因为持续的高温干旱 降雨很有可能汉情变汛情 特别是我县 森林覆盖率高达72.8% 又多是高山大山 当前森林防火的压力非常大 这口气绝对不能送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保持状态 做好继续应对汉情 突发应对火情 转变应对汛情的全方位准备 保障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面对种种困难 缺水地区的政府和群众 不等不靠 各部门启动员 县乡村三级一条心 全力投入 无论是找水 饮水 送水 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冲在最前线 首先是降雨的影响 重庆的汉情得到一定的缓解 当前政府有关部门 针对降水的情况 积极落实各项防汛措施 防灾减灾最大程度 降低灾害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